南投仁愛鄉規模6.3強震 距離3月27號的6.2強震不到三個月 兩起地震位置接近 氣象局指出這兩起地震 都在日月潭以東的地震空白區 研判也在同一條盲斷層上 它沒有破到地表 就表示說這個破裂面 並不是最主要的 那其實經濟部地址調查所 有公布33條活動斷層 那這些斷層都是一些破裂面 但是而且都已經破到地表來的 板塊擠壓造成的破裂帶 如果沒有被發現 就形成所謂的盲斷層 這次南投仁愛鄉規模6.3的地震 跟上次327規模6.2地震 以及2000年規模6.7的地震 位置都相當接近 台大地質系教授陳宏宇則指出 這次地震並非是盲斷層造成 因為所有的斷層都連接到地底的滑脫構造 也就是板塊互相碰撞累積能量的地方 一旦能量累積到頂點 就會從斷層帶釋出能量發生地震 這幾個斷層向下延伸到地表下 有一個構造存在 這個構造也就是中外學者 目前研究很多的滑脫構造面 只是我們的資料不多 不過把最近的一些地震的資料 放在地表下 整個正確的位置 大致上跟這個滑脫構造面 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地震側報中心表示 台灣每年規模6以上的地震 平均有2.7次 未來3到5個月內不能排除還有規模6以上的地震 氣象局提醒 最近正逢梅雨季節 地震或大雨都會造成土石鬆動 山區民眾要提防貪方和山崩 記者歡迎入莊志成台北報導